第四季 小子 杀了华宗 你接下来的麻烦可不小哦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待我把华宗的精神力吸收后 再想办法 我绝不会让你逃走的 小子 你确定现在就要炼花万寿国 我意一决 麻烦你们帮我护法吧 老夫知道 灵动的小子就在这里面 小子 小子 冒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枉我这几天日夜兼长 总算及时赶到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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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力啊 这什么力啊 凭什么让我回让开 就是啊 这里这么大 我要走其他地方吗 他们是古剑门的人 怎么惹不起 还真是冤家赌债 快看 大魔门的木千心来了 真美啊 千千姑娘的荣蚌 我这是名目尊权的 千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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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别走啊 千千姑娘 千千姑娘 你看见没 你看见没 女生的张狼度我笑话 千千姑娘 想死的 速速散开 散开 散开 退下吧 这不是殷葵宗的藤磊少宗主吗 又是殷葵宗 藤少宗主真是好久不见了 芊芊可是时常挂念着你呢 你的魅术对我没用 藤少宗主果然只对死人感兴趣呢 最近大魁城中有叫灵动的箱子处处与我殷葵宗为敌 我听说此人与你走得很近啊 少宗主消息倒是灵通 我确实与她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 不过据我所知 她好像已经离开大黄郡了 哦 是吗 芊芊与此人并非熟识 何况她若还在大黄郡 又怎会逃过藤少宗主的法眼呢 既然如此 那便告辞了 这些人并非熟识 太过了 不过了 你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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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竟然还不上 我死了 我终于 我终于 这竟然还不上 我终于 原来你就是刘洞 你身上残留着画宗的精神力 这么近 可逃不出我的感应 林洞见过程少宗主 哥哥 小林洞 就是那个杀死画宗 打烧化过的林洞 这么年轻啊 这小子不怕死我 竟然还赶来大黄狗碑 臭小子 华谷长老特意嘱咐 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回去 炼成浮潰 静龙腑是我的精神力 精神力 精神力 啊 浮鬼 哈哈哈,果然有点本事 怎么,是要一起上吗? 都退一下 这个猎物,我要独自享用 哈哈哈 快看 快看,这点是 快看快看,是凌湿做丝面浪天 好帅啊 是啊 终于,又见面了 小子,他的气息比一年前又强了许多 以你现在的实力,依然不是他的对手 足比还有一年,我会尽快提升实力的 可儿姐也来了 快看,秦氏宗族也来了,秦氏宗族的人 郎天雄,许久未见了 是黄埔宗族,快看快看,买了,买了,买了 难道,他也来了 那位应该就是黄埔剑 不是的 黄埔妹妹,一会儿可要跟紧我们 黄埔妹妹,跟着一个不男不女的有什么意思 自然是跟着我王妍比较有趣 两位能照顾好自己便是 哼 王妍 灵动 这个废物竟然还活着 灵动 诸位,这是许久未见了 这便是青竹姐姐提过的灵动了 套也是一般 不知怎会被青竹姐姐提起 郎天雄 我与这小子有点旧账要算 但他与你们林家也有点关系 这让我很为难呢 不必为难 一个分家废物而已 灵龙天大哥,这样不太合适吧 哈哈哈哈 郎天兄果然是大局 这个废物若是留着 只会有损我们两家的关系 原来灵动 是灵世宗族分家的人 哼 那我就不客气了 童叔 我有私事 预先解决一番 速战速决 且无耽误正事 放心,童叔 Pir Sorry 叫上 灵动 上次侥幸让你逃脱 这次 可没那么幸运 氨 呵呵呵 啊,这臭小子 竟然是在街哪投了 夏 engage 在动手前容我多问一句 这一次 你的乾坤袋可准备好了 今日 我必要取你性命 造极请求诚 我必要取得你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台阵魔掌——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台阵魔掌——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台阵魔掌——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金台阵魔掌练得也太不到家了 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金台阵魔掌——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台阵魔掌——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台阵魔掌——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台阵魔掌——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市視下八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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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能打败王炎 看来这灵斗 确实有点本事 啊 这家伙 现在竟然这么强了 怎么 怎么可能 在一年时间 你怎么可能承认我 现在的你 在我眼中根本不堪一击 童叔 早起庆大成 小子 不要得寸进尺 你真当王室宗族无人不成 什么王室宗族 无非就是些仗势欺人之徒 童叔 这小子竟敢辱没我们王室宗族 杀了他 林朗天 此人也算是你林氏宗族之人 你如此纵容族人放肆 就不怕坏了凌王两家关系 王长老严重了 林王两家的关系 岂会因为一个分家之人而改变 灵斗 今日之事 也闹得过分了 若想保命 便立刻跪下 向王家人赔罪 你算什么东西 我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插嘴 你说什么 林朗天 身为林氏宗族之人 却百般讨好王室宗族 当着众人之面 欺迫本族之人 辱莫本族尊严 此事传出去 必然会有无数人 指孝林是宗族 使宗族成为孝饼 林朗天 你是宗族罪人 必入宗族行辞 好个牙间嘴利的小子 今日我便将你情下 送宗族行辞 看看究竟是谁该受罚 朗天 你若是真出手了 恐怕这里所有人都会认为 你这是在对王室宗族服软 此事传回去 张老们必会不满 这小子如此猖狂 若是不轻叹 今后还如何在宗族立足 林牧叔 还请不要阻拦 当天此事先作罢 这林栋虽然言语狂妄 但也不是为一颗好苗子 无缘无故当众秦他 的确不合适 何况此事林栋说得确实不错 你的做法过于讨好王家了 林郎天大哥 看在同族的份上 不要跟他计较了 不要跟他计较了 怎么 难道你们林家要互短不成 这只是小辈之间的切磋而已 王长老不必在意吧 何况大荒古碑开启在即 我们四大宗族可还有正事要办哪 快看 古碑要开启了 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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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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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说了 绝对不能这么轻易饶了这小子呀 林氏宗族 所有人进入古碑 是 是 走 正事要紧 回头再找这小子算账 走 王氏东族听令 出发 是 我们出发 是 大家跟上 是 走 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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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 我们走